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我很排斥 很介意 但是后来想想 其实跟我割包皮是一样的 怕是不太一样吧 也就慢慢释怀了 释怀你们也不一样 第二 他上个星期跟我说他要去大枕一次 想弄什么额头 还想龙胸 塞东西进身体里也太恶心了吧 手感一定很差吧 虽然我也喜欢胸大的括号 除了你 兄弟你别多想 但是如果是假的 我宁愿摸鼠标垫 我就跟他说不同意 他说他爸妈都同意了 我凭什么不同意 有必要吗 从来不就是给我摸的 我挺满意现在的 为什么要去折腾 虽然现在整容还是挺普遍的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 80%的男生都不太想接受女朋友整容吧 但是这些男生又有点奇怪 就是如果你长得不好看的话 他会嫌你丑 然后就说你他妈怎么不去整容啊 然后整容回来就说 整容怪 而且一开始就是说 哎 整容的 我不要 然后整完之后 美若天仙 珍惜哦 哎呀 女神 还插狗吗 我觉得这种分几种来分析吧 但是在分析之前 我先想讲一点就是 我觉得你有点直男癌 你女朋友想去龙胸 你居然是怕手感不好 不应该是怕他影响健康吗 我觉得很多男生不希望女朋友整容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觉得这是没有必要要去做的手术 不是非要去做的 去受这个苦 何必呢 第二个就是不想自己熟悉的面孔变得陌生了 不想变成一个整容怪 可能比较好面子的朋友就觉得以后带你出去 你们两个共同的朋友看到你变了 你会觉得有点没面子 觉得自己女朋友是整过容的 你们有这种想法吗 都感觉整容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应该有吧 善良 我问你们无计一室 你们也没有女朋友 有些女孩就是习惯性去整 就是觉得自己哪哪不好 怎么整都不好看 就整了额头 整眼睛 整了眼睛 整鼻子 整了鼻子 整嘴巴 这些在磨着果 这小个果 整容会上瘾的 要是这种的话 一定要劝阻 不劝阻你自己也受不了的话 那就分手吧 有一些人是自己有一些缺陷 人间爱美 身体又是自己的一个成年人 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其实并不需要得到谁的允许 只是说你们两个有感情了 你们可以商议一下 你理解一下我 我理解一下你 我觉得像那种情况是 男生可以给建议 但是决定权还是在女生 因为我不觉得一个女生 她做了一个整容手术 她就不值得你去爱了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 而且现在其实手术技术 已经很成熟了 我之前去点痣哦 跟那个医生聊天 那个女医生 她说你胸好大 真的吗 然后我说真的真的 说我可以摸摸吗 她说行 这感觉很尴尴 她就摸了一下 她说你要不要摸摸我 我就说我的 我刚做的 刚做了三个月 然后我就去摸摸 其实手感很好 其实就跟真的一样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 摸上去像块砖一样 这个也是 当然要好的材质啊 只是可能不能太用力 太疯狂 我觉得你女朋友 这种大手术 我还是不建议弄的 如果就是自己一点小缺陷 然后去改一下一些小手术 很小的 就现在已经很成熟了的一些技术 所以你就搁个双眼皮 搁个那什么皮 打个玻尿酸 瘦脸针 美白针 微整形嘛 就都还好 打针你们总能接受吧 打针都不行啊 那我就问一下 可以不整容 但是长得难看的行吗 丑也不行 长得难看不行 整过容的也不行 那天然的大美女 为什么喜欢你呢 还有一个是 女是想龙胸 不一定是想给男生摸的 这个观念一定要改过来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还有女生穿的好看 穿裙子 穿吊带 穿bra 不穿 不一定是 就是为了给男生看 化妆也是 有一些就找我有眼睛的男生 你穿这个样子 不是我看啊 别动了 这种化其实不太好 以后就可以讲 像说 我说你们男生买球鞋 不就是秀给我们看的吗 这个逻辑你能理解吗 不是啊 就纯粹是自己喜欢啊